槟城一名家庭主婦 因为长期没有看报纸 读新闻 被再称是警方的老千通过电话 骗走了超过11万令吉的积蓄 还浑然不知 直到在国外工作的丈夫回来后 疑问之下 他才发现孩子的教育费 已经化为乌有 槟城一名家庭主婦 被老千骗走了超过 11万令吉的家庭积蓄 却浑然不知 因为他长期没有看报纸和新闻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电话诈骗 女事主上个月 截获自称来自登家楼警局的电话 老千以警员的身份告诉他 一名男子冒充他洗黑钱 我就这样子相信他 我还问他 你们真的是诈骗集团吗 他讲不是 你不是看的是警局的电话号码吗 我看的是他叫我去用Google 看是警局的电话号码 我就相信他们是警局咯 第二天他又接获老千的来电 自称是武吉安曼警官的老千 要求他将银行户头里的所有钱都提出来 否则就会逮捕他 由于害怕被逮捕 女事主将户头里的11万8620令吉全额取出 在汇到老千指定的两个银行户头 受害者以为自己渡过难关 直到到国外工作的丈夫回国 才发现自己已经被骗 女事主今天在丈夫和找仪区州议员方美来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方美来希望公众在接到类似电话时保持冷静 以免掉入骗局 方美来指出 当地警局这两个星期已经接获11宗诈骗头报 他呼吁接到诈骗电话的民众 到邻近的州议员服务中心寻求协助 MTV7 槟城 财宝报道 MTV7 槟城 财宝报道